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3年3月30日 卡书否认诈伤 波兰后为马迪卡书在对杰克的比赛中因伤离场 但被前国脚下截图指责是诈伤 国家对集训结束后 马迪卡书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了自己的伤病 并回应了下截图 马迪卡书正选出战了对杰克的比赛 但第九分钟就受了伤 不得不被替换下场 作为postsat的电视专家 下截图在节目上表示他认为马迪卡书是假装受伤 下截图的话令人感到震惊 波兰族协也在不久后发布了公告 宣布马迪卡书比目鱼姬拉伤 提前离开国家对集训 随后 马迪卡书的父亲在接受波兰媒体采访时 表示自己对下截图的话感到非常失望 现在 马迪卡书在社交媒体上谈到了自己的情况 我受了点小伤 真是太令人沮丧了 比最初预想的还要糟糕 但希望不会太久 我会尽一切努力重返赛场 接着 马迪卡书又回应了下截图的言论 你说的完全是废话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